国宝一百 渐渐精彩 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处词就是 风潇潇兮 溢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潇潇指声音 风潇潇 马潇潇 古人最爱这样描述声音 溢水 指的是今天河北省 溢县的一条河 当时为燕国的南界 壮士 在这里指的就是荆轲 溢县 还有著名的古迹 清西陵 是清代自雍正起 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 始建于雍正八年 包括雍正的太陵 嘉庆的昌陵 道光的墓陵 光绪的重灵 后来又加上一个宣统帝溥仪的墓地 今天讲的这件国宝 来自河北溢县 按旧说法 是一尊辽代三采罗汉像 这尊罗汉像同样一去不复还了 去哪儿了呢 大英博物馆 当然也没准哪天大英博物馆一高兴 就给咱还回来了 凡事皆有可能 三采罪造像 我们最熟悉的是唐三采 有各种马 骆驼 人物勇 辽代受唐代的影响 也制造三采造像 宋经时期 也有三采 只不过是越来越弱化 辽宋经时期 三采达到了人物造像的巅峰 这类三采都属于一种幼陶 当然 辽三采的态度 比唐三采的更结实一些 这组三采罗汉 原本共有十六尊 我们早期都是十六罗汉 按现在的说法是十八罗汉 其中两尊是后家的 世俗的说法就是降龙和腐虎 乾隆皇帝清命了 目前这组十六尊罗汉中 只有十尊存世 流散在世界各地 其中有八尊 是经同一人之手运到海外的 这些造像一经面世 便在当时的欧美古董市场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人身份复杂 叫扎金斯基 这听着有点像扎金森政 德国人 出生于柏里 附近破产后 导致他十七岁就离开学校 为一个出版商工作 在工作期间 他开始对亚洲艺术感兴趣 自学日语 也不知道为什么 学完了日语 跑到咱这儿来找东西了 随后出版了一些 研究日本艺术的书籍 1905年 德国布莱梅艺术博物馆 派他去日本买藏品 这次机会 为他日后成为古董商 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战期间 他还效力于 德国的东方情报局 说白了就是个间谍 间谍就对事物非常敏感 观察敏锐 1912年到1913年 帕金斯基频繁的来住 活跃在北京的古玩市场 他住在北京 专收中国古代的佛造像 1912年 中华民国刚刚取代了大清 军阀们仍在各处交战 这动荡的年代 却是古董交易的黄金时代 这段时期 许多外国古董商趁乱 在中国到处搜集文物 那段时间 帕金斯基发现了 这组真人大小的罗汉像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一线辽三台罗汉像 他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写成一本书 叫中国行迹 这本书里记录了 他在一线找 聊三彩罗汉像的经历 书里细致到了 包括交易了几件 乃至最后到欧洲和北美的 哪家博物馆 帕金斯基对中国古代艺术 非常了解 深知中国古代雕塑中 按照人体比例制作的作品 非常少 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的雕像 不是小就是大 很少有一比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对人非常熟知 如果你按真人大小比例去做 稍微有一点不对 就很容易被发现 如果你做的雕像 超大或者超小 那就不太容易被察觉了 1912年的夏天 帕金斯基正好在北京 看到了义县辽三采罗汉像 其中的一尊 他心灵就非常震撼 但他从日本人嘴里得知 这尊罗汉像来自 距北京西南方130公里处的 河北省义县巴佛哇的 某个山洞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一山造佛窟的例子 但多取决于地势 如敦煌的墨高窟 地势特殊 一山建造洞窟 不仅在荒芜的大漠中 为来往的旅人提供遮风避雨的地方 也为他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悬崖绝地之间 更是僧人避世修行的绝佳之地 大同云岗石窟 则直接以山体为基石 佛像直接雕凿在山体之上 然而这些石窟当中 很少会发现有这样磁胎的佛造像 因为这么大尺寸的磁胎很难烧造 要么烧不熟 要么就烧裂了 这种整体不拼接的佛像 尤其难烧 一千年前的烧造技术 很难达到 同年秋天 帕金斯基以养病为由 住进了一线清晰灵的永竹寺 他和藩毅在向导的带动下 带着各种工具游走于山间 寻找这神秘的山洞 终于他找到了这个位于半山腰的闪子洞 令他失望的是洞里除了一尊明代的弥勒佛像和善才童子像 其他空空一夜 向导后来告诉他 前不久还看见这里有几尊三彩罗汉象的 打听后才知道 在他们之前另外一批工统商来过 开高价给当地人 让他们趁夜把罗汉象偷运下山 不幸的是 有几尊在运输过程中摔碎 剩下的保存完好的罗汉象 被卖给了外国的古董商 或者被当地人藏起来了 寻求善仰 帕金斯基在书中写道 当地政府获悉此事后 也曾虚张声势 采取措施 逮捕逞出了一批盗运藏匿罗汉象的窃贼 当我第一次离开异线后 地方官便下令戒严 并逮捕了我之前派去打探消息的古董商 但不久后 这商人就被释放了 我第二次从义县离开后 当地驻军还偷偷地搜查了 我在永福寺的住所 并严禁当地村民向我出售任何文物 事实上 地方官员 眼红罗汉象带来的巨大利益 故作自贷 坚守自盗 大英博物馆这尊三彩罗汉坐像 坐高103厘米 加上底座重达226公斤 大小跟真人差不多 通体石油 古朴沉静 在人体比例和结构上拿捏的准确 西方人认为 就艺术和技术水平而言 堪称中国佛教造像史的巅峰之作 作为中国古代十分少见的 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品 在一百多年来 备受东西方美术研究者的重视 这尊罗汉象 是一位德道高僧的传神写照 心生动 神态非常激动 双手结禅定印 塑造的非常粗俗 而就艺术成就而言 达到了古人人物雕塑的巅峰 当时的匠师 不但对人体刻画追求精益求精 对造像细节处理也非常高潮 中国工匠 在造像着装方面 有许多出色的创造 比如北魏后期发展起来 装饰化程度很高的悬长作 生动的表现了唐代佛像 随连坐起伏有志的袈裟下来 到了巴佛巴这些罗汉 已经突破了源自印度的贴体 诗衣和建陀罗城市化的医者的旧团 医道的质感 鸡皮的结构 都得到近乎完美的表达 甚至袈裟上的纹路 随医者的起伏也做了相应的变化 这在后来的佛造像中 不多讲 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看到的 这组展出的罗汉像 大多安放在岩石底座上 而帕金斯基当时转卖罗汉像时 都没有底座 在书工也对此自未提 但是现在的博物馆里的底座 从尺寸 试样和颜色看 都是原配比作 这就要迁出另一个文物界的团体人员 卢钦斋 这个卢钦斋 就是贩卖昭陵六郡的那个卢钦斋 当卢钦斋看到一线三彩罗汉 在欧洲引起轰动后 立刻跑到河北一线淘宝 他去的有点晚了 就剩下最后一尊罗汉像 这尊后来被美国纳尔信 爱金斯艺术馆收藏 同时他发现 前面人搬运罗汉像时 没有把底座搬走 他就赶紧把这些底座收了起来 重金转卖给了世界各大博物馆 早年 这些罗汉像被认定为常代做的 当时对辽文化有偏见 认为这么好的东西 不可能是辽带做的 因为罗汉像采用的是白色淘胎 质地紧密 通体师三采用 最初被认为是唐代器武 顺理成章 1996年 理查德史密斯通过对美国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罗汉像 进行热时光测试 将罗汉像的年代定为836至1222年 底座也大概在这个时候 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辽金时期 后来这尊罗汉像的修复者 苏特亚特 弗莱明对这一段代进行了修正 他更倾向于罗汉像是在1210年前后100年 即1110年至1310年之间的作品 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制作于辽带 但在辽带的造像中 在中国的文物史上 这一组罗汉是一个孤立 那么从测试中给了我们一个信息 他处于辽带的中后期 日期偏后 那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他是金代 为什么呢 因为金代的三彩人物 红利彩人物非常的多 虽然没有这么大型的 但小型的都做得非常的传神 我们不排除是这一时期的 最近也有国外的学者来论证他 那至于到底是辽世金不太重要 这两个朝代相距前后脚 梁思成先生在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 曾经亲眼看见过一线三彩罗汉像 他在他自己所著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写道 罗汉坐相的身体和容貌都非常的写实 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精的作主 梁思成先生给予了这批罗汉很高的评价 藏着这批三彩罗汉像的闪子洞 位于巴佛洼的半山腰 海拔500米左右 这一带山路陡峭崎岖 河北省考古所的专家们轻装上阵 也经过三个多小时攀爬方进入洞口 那么北京的香山鬼剑筹 大约就是这高度 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啊 一个多小时就能登顶了 可见闪子洞的那座山崎岖的程度 而这些等身的罗汉像体积庞大 分量沉重 将十多尊罗汉像安放于此栋 实属不易 经过专家们的实地勘察 在巴佛洼山体上 也没有发现上下山路的捷径 而这些罗汉 栖身在这里的原因 成了三个有趣的话题 第一个说法是灭佛说 在历史上历次法难当中 一些僧人逃命时 会把一些佛像和经书藏起来 如前面所说 这些造像应造于辽金时期 此时佛教正处于昌盛之时 此后今代也没有大型的法难 这个说法很难成立 第二个说法是战乱说 异险 古称异州 自五代起就被中原政权 与契丹政权交替管制 在十一到十二世纪时 辽宋金诸国并利 此地常有战乱 为了躲避战乱 将罗汉像藏起来的说法 就稍微可靠一些 第三个说法 叫修行说 更多的学者认为 闪子洞属于八佛娃山下寺庙的一部分 是山下僧人定期上山闭关修行 修禅打坐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灭佛说和战乱说都比较牵强 那段时间没有灭佛这类事 战乱的时候都是自顾自的 往那么高的地方去放置 要有极充裕的时间和条件 我个人比较同意 修行说 成熟于1930年代的一线 制稿中有如下记载 八佛娃一称百佛洞或者百佛山 八佛娃内有大慈佛八尊 小慈佛七十二尊 又一山间隔 内有三采慈观音一尊 后为邦人道去 寿诸国外 今在英伦者有三 比邦人以为唐三采慈云 这段记载基本清晰可信 也许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能在不久的将来帮助我们彻底解开这个谜团 今天要想看到存世的 已知下落的幸存的十尊一线三采洛汉 需要前往三大洲 六个国家 九个博物馆 最初一共有十六尊 二十世纪初被道运出境的过程中 至少毁弃了三尊 迄今为止 世界上只有十尊 还有三尊对不上数 据说现在还有一尊 在私人藏家手中 我们不得而知没有见过 美国有五尊 大都贵博物馆两尊 波士顿 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各一尊 加拿大安德略博物馆 日本现代美术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各一尊 法国极美博物馆有一尊是民间征集的 有争议 很多人认为那是防品 还有俄罗斯 圣彼得宝 圣彼得宝 阿尔米塔什博物馆 还有一尊 之前在德国东亚艺术馆内 之后转移到柏林博物馆 二战期间博物馆被炸 这尊罗汉象只剩下一半 现在出现在俄罗斯博物馆的这尊 有可能是当年苏联红军攻陷柏林之后 将这半尊罗汉象和其他藏民顺手给带回去了 这组代表着中国中古时期 写实主义最高成就的罗汉象 一百年前失散 如今陈列在东西方的各大博物馆中 供参观者景仰 这些罗汉默默地呆在那 坐看这世界云云众生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晓